这三年把传统医学提升到卫生福利部 然后再来我们成为恢复中国化遗产第一批整理好了 所以我准备把这些全部在台湾怎么样 做一个教学我就准备去大陆去美国 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约了三年 我也必须要去教 因为光在台湾教的话影响的人还是有限 但是我们基础上先在台湾教 所以你们如果将来要有这方面的 传统医学方面的比如说发沙拔冠 手足推拿 还有刚刚我们的像一金金 像这个太极楼库这些 有兴趣的你们在那个维条上面 把你们的资料写上 我们有这些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跟各位通知 我们现在在台北的话 有好几个地方有场地 他们都愿意跟我们做一些搭配的配合 那我们就会来做这样的一些推展 那我会跟他们研究 大家一起来 这就是整合疗法 那如何把它融会贯通 这个很重要 差不多就换人 差不多就换人 他那个人的这上面有气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像上次在远东幻电 那个中央大学那个光电所那位教授 他教大家怎么看我们的这个气 有没有 你看然后那个真的不得了 我们那个王维公教授 他们两个都研究卖学的 都把卖学用高歌技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我就跟他讲 这个东西 他们有的时候还要受到医师法的限制 所以那天他跟我讲 听得心酸 所以我才跟那个谁讲 那个正好我们王教授出国去 所以我就请那个中央的那个 来成为我们恢复指纹派系长 他很高兴 那我就跟他讲 我帮你这个呢 介绍到哪里呢 我跟大陆一个国务院的朋友 我跟他讲 这个东西很好 我介绍给你 然后呢你呢 推广到这个大陆去 帮助这些人的健康的一些诊断 然后呢他再回到台湾 台湾一定会很高兴 这好不好 也很好 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有一年 不是一年 今年六月 那个台湾到我那边去采访 他的热线追踪 大概是八九分钟 那边可以再换人 可以再换人 我们再一分钟 要差不多要结束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结尾 然后给各位一两个穴位 好不好 就像我们今天王维公 王教授不得了 他在那种国际上的那种 这个学术地位 他帮大家怎么样 去按摩 然后你就知道 他真正的是什么 他应用了中华文化 他知道中华文化的伟大 然后他现在研究和图洛书 然后他很喜欢跟我讲 但是我有时候 那时候正在忙 我接到他电话 我也有点紧张 你们知道为什么 他想讲很久 然后他知道我听得懂 所以那天我到这个 跟他谈这个 恢复这文化影响的遗产的时候 他竟然跟我讲一个早上 还请我吃中餐 也有好处 听得懂也有好处 所以我今天看得很感动 他说向他赶回南 风尘仆仆 结果他帮大家怎么样 去做案 那就是真的是 真正做学问的 他没有特殊的价值 但是你跟他讲假的 他就马上花脾气 这个人真的很可爱 非常可爱 所以我们能够结为朋友的 也是我个人的荣幸 我个人一直坚持就是 讲真话教真功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帮助这个社会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给前面鼓掌 请他们回位子 这个是这样 他不会收不住的 要收就收 要停就停 要花就花 所以中国民国邻居学会 二十年前 请我去 我随时可以怎么样 起居 他们吓一跳 所以他们请我当顾问 你们知道 我随时可以起居的 我为什么 我会 将来有机会 我把这个叫什么 收金 谈出来 现在很多地方收金不正确 收金有医理的 尤其有中医医理的 收金的时候 我一直跟他们讲 你们有 关于这些人 你要告诉他 一定要尊重 尊重 绝对不能一边笑 一边讲话 一边帮人家收金 那就没什么效 因为你的气 不能够 你现在今天那个小徒弟 有没有 你看他们那个一子禅 有没有 那个气 那个点穴功能怎么样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念很重要 这一次很可惜 我们那个湖南终医 那个 这个 手足推荐专业委员会 那个女司长没有 这个办那个什么 那个签证没有来得及 很可惜 他的推拿一纸禅是不得了 非常